第一届花蓮市市民代表杯羽球赛 这个星期假日在花工体育馆热闹开打 市长温嘉贤在开幕典礼时应要到场主持开球 他表示看到大小球员展现激昂斗志非常振奋人心 也感谢花蓮市民代表会还有羽球委员会 及所有爱好羽球的民众对这项赛事的热情参与 花蓮市市民代表杯羽球赛这个星期假日登场 有将近400位的选手报名参赛 除了花蓮在地选手还有宜兰县选手也跨县来交流 在这次亚奥运我们看到羽羊配得到了世界的金牌 那也让更多的孩子们对于羽球的活动 有非常热烈的一个学习 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比赛 陆陆续续都雨后春水的出来 但是我们在花蓮的部分 在羽球比赛仍然是比较欠缺 所以自从市长被举办了第二届之后 那很多的代表会的代表们都有提议 是不是能够办理相关更多的比赛 所以我们这次跟市民代表会一起结合起来 办理一个市民代表杯 让更多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在比赛当中学习临场的一个反应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们 在比赛过程里面 真的每一个技术都有大幅的精进 那未来花蓮市公所也会编略更多的体育预算 让更多孩子能够在球场上竞技之外 也能够学习到比赛场上的一些临场反应 对于未来之后觉得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这次疫情结束以后 我们市民代表们觉得 羽球活动是非常受我们国民所重视 那借这个机会我们也可以推广羽球活动 那集合大家的经费预算 来合力办理这样的一个羽球比赛 那也感谢市公所能够大力支持我们这次比赛 那我们这次也把它办得像嘉年华一样 希望所有的球员们也有一些 透过摸彩的一个动力 然后多多参与这个羽球 羽球这项运动 市长温家协应要为活动开球 与会者包括了市民代表会的副主席李政伟 市民代表黄达翔 江如林 谢豪杰 肖明龙 还有先员林中坤 张梅慧及名校里的里长黄石贵 除了羽球比赛之外 现场还有摸彩活动 例出这场赛事的市民代表黄达翔 感谢代表会同仁还有市公所大力支持 让这次比赛就像是嘉年华一样 在丰富奖品的摸彩动力之下 多多参与羽球运动 每个人发挥实力获得最好成绩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